在政治新闻方面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大会 今天通过要提案修法 把未来霸占主席台这些行为 都送交纪律委员会 并且成立国会警卫队 让主席可以动用警察权 来维持秩序 另外呢 还要把党团成立的门槛 从现在只需要三个人 提高到六人 但是这项提案 让民进党跟台联党团 非常的不满 他们批评这根本就是民主倒退 国民党立院党团 不满在业党团多次霸占主席台 或透过超义时商杯葛议事 12号下午国民党团大会决议 将提案修改立法委员行为法 立法院组织法 与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等法案 希望将霸占主席台等行为 送交纪律委员会处理 并成立国会警卫队 让主席必要时可动用警察权 意识运作能够顺畅 不要强占主席台 让整个议事在那里空船内耗 立法院长王金平表示 国民党团的提案 还要由所有立委共同讨论 他们能够提出一个改革 相关方案出来 我觉得这是好现象 那提出来以后 要经过这个所有委员 共同的讨论 不过民进党团批评 这是民主倒退的提案 这个是民主倒退 这个国民党总是搞这一套 假改革之名 请他选之十 国民党团的提案也希望 未来立法院各政党 至少要有全院113席的5% 也就是至少要有6席 才能成立党团 是现行三席的两倍 由于目前三个党团中 就属台联党团 只有三位立委 台联党团批评 国民党团想要扼杀小党 与多元声音 台联党团扬言 要据审预算与行政院组织法 向国民党团抗议 国民党团本来希望 透过这项修法提升议事效率 不过还没正式提案 就已经引发在野党团不满 恐怕反而先让立法院 超越市场运转增添变数 记者张志雄张子佳 台北报道